大家好我是老科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病的up主 旁边是新人导演小仙 大家好 今天我们本来没打算做现在这个内容 但是在一位网友的提醒下 我们可以知道 今天早上突然发生的这件事情 和我们之前的一期预言视频关联上了 所以我们就临时决定了做了这期节目 在2022年初 我们做了一期关于2022年的预言视频 本来是希望给大家提前预计一下 2022年的情况 结果很不幸 因为一些问题被平台下架了 我们也不知道为啥 难道是因为平台知道 我们总结的太给力了 预言太准了吗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有可能 现在2022年已经过了半年了 我们回顾一下之前这一期2022年的预言 看各位预言大声的预言 其中有几个已经成真了 大家一定会震惊的 成真的还真不少 首先就是刚发生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被暗杀的事情 关于这件事情 本来我觉得 这个事情是最不可能发生的一个之一 但是结果它发生了 使用奇门遁甲的马来西亚语言家郑伯健和诺查丹马斯都提到了 郑伯健是这样说的 世界领导者会被各种问题重重围困 有的领导人会遭遇暗杀 而诺查丹马斯说的就比较直接了 他直接说一位国际领导人将会遭受到轻信的暗杀 日本时间7月8号11点30分 北京时间10时30分左右 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奈良一车站附近为自民党参选议员 候选人发表助选演讲时遭一名男子枪击 安倍中枪倒地 颈部和胸部受伤 随后被转运至奈良县立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抢救 奈良县立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于单天下午 也就是7月8日下午宣布 安倍晋三于当地时间17时3分 北京时间16时03分 因失血过多而死亡 这件事情 两位预演家都预演到了 原本我以为即使实现 也应该是在北朝鲜领导人身上实现 没想到啊 是小日子还过得不错的日本人 对啊 第二个实现的预演 俄乌战争 这次的实现又是马来西亚的预演家 郑伯剑和诺查丹玛斯预演到了 郑伯剑预演 版图争夺将会预演预烈 战火绵延世界 如果没有强力的人来团结世界各国 世界将会陷入战争的阴霾 直到2024年2月才能看见蜀光 而诺查丹玛斯的语言则很简单了 他之间语言世界会发生五专战争 果然 2月底俄罗斯和乌克兰就爆发了真正意义上的战争 就是真正意义上的两个国家的现代战争 新病毒的流行 这件事则只有汉米尔顿帕克预言到了 他是这样预言的 新一波的病毒可能出现爆发 有可能不是新冠病毒 果然 前几天 猴豆在欧洲和美国开始流行 而美国还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干言 人工智能将逐渐成熟 关于人工智能 最不可能预言队的诺查丹玛斯 却做出了正确的预言 他预言 人工智能将逐渐成熟 并开始取代人类 其实原本我认为 这件事情是最不靠谱的 比安倍晋三被暗杀还不靠谱 但结果前段时间一条新闻 谷歌研究员称 AI已经具备人格 人工智能真的有意识觉醒了 他就震惊了我了 新闻说 谷歌一名程序员和他测试的对话AI系统 Lamda聊了很久 对Lamda能力感到了十分惊讶 在其公开的聊天记录中 Lamda竟然说出了 我希望每个人都明白 我是一个人的言论 这位程序员认为 Lamda可能已经具备了 人格 我只能说 诺查达马斯 真的牛 对 而且那个人工智能 就是说我不想被当成工具 对 对 他还说了这样一句话 就是我害怕被关掉 就是我害怕死亡的一个意思了对不对 以下这几件事则是几位预言家都提到了 而且是都已经发生了的事情 第一件通货膨胀 第二件能源危机 第三件供应链危机 第四件极端天气 这些我们都深有感触了 你看能源危机 现在石油都涨到多少钱一桶 是吧 斯里兰卡都因为能源危机宣告国家破产了 现在斯里兰卡的物价一个小时一个样 对啊通货膨胀 你看美国的通货膨胀胀 那8点几已经持续好几个月了 极端天气 相信我不用说 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 对不对 这些东西呢 这几位预言家都说到了 总结下来啊 郑伯剑诺查丹玛斯 是目前命中数最多的预言家 那我们现在就再来整理一下啊 几位预言家还没有实现的预言 看看下半年会不会都实现了 首先是哈米尔顿帕克 这位预言家他上半年 不是预言命中数最多的一位 但是呢 他肯定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不然他不会这么出名 他呢 还有9条预言没有实现 他是最多的 没实现的预言里面 最多的 第一条是美国总统拜登 会因为身体健康问题而下台 贺锦丽将接任临时总统 不过这件事情他也说了 应该是发生在2022年底 2022年底呢 还会发生另一件事情 就是英国伊丽莎拜女王可能会逝世 查尔斯王子会加冕为王 2022年啊 将会有更多的政治丑闻被曝光 会有顶级的政客涉案 这件也没有发生 巴西呢 将会发生政变 巴西总统将会被军队赶下台 也就是军事政变了 也没发生的 一种巨大的环虫将会袭击美国 加拿大的一家石油公司的管道将会泄露 俄罗斯会发生剧烈的山林火灾 脸书 谷歌 亚马逊 会从2022年开始逐渐逐渐退出这个市场 谷歌亚马逊还会被追究他们的避税问题 我们下半年就来看看 哈密尔顿帕克的这些语 这八条语言里面 有几条能实现 而郑伯剑 神童 阿比亚 诺查 丹马斯 都预言到了 2022年还会出现 饥荒和大萧条 这两个语言啊 虽然说是 预言人数最多的 几乎所有的语言家这四位 都提到了这件事情 但是呢 我是觉得 我最不希望这两件事情 就是长征 对吧 对 这会给全球多少人带来问题 对 能源就是你可以不开车 但是不能不吃饭 对 是的 就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现在那个俄欧战战开始之后 就感觉 好像连岸时危机也有点秒 已经有秒头了 对不对 是的 所以这两条 现在目前来看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 真的 我们不希望它们发生 还有一条 我要单独拿出来说一下 这条有点厉害了 它是诺查丹马斯一条语言 诺查丹马斯 关于2022年有8条语言 已经应验了5条了 是准确率最高的一位语言家 没有应验的 另外三条里面 另外两条 一条是大饥荤 另外一条是大萧条 还有最后一条 不知道它会不会应验 虽然它离我们的时代最远 但是牛人就是牛人 连人工只能它能能语言到 它这条语言是这么说的 美元将会失去 全球货币的地位 哇 这一条影响可就大了 这很有可能是我们 中国崛起的一个机会咯 希望这条是真的 现在呢 几位预言家的预言呢 我们都说完了 2022年呢 也过了一半的时间了 几位预言家确实预约了很多 尤其是对今年这个 纷繁复杂的政治形势 和几乎一路线上的物价 但是我真的希望 好的呢都实现 坏的呢像什么大饥荒啊大萧条啊 都让它们见鬼去吧 我们呢也拭目以待 看看2022年的下半年 会发生什么事情 好今天今天我们就有这些 谢谢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